22加5加7巨星,正式被球队GM警告,这句话等于赤裸裸威胁,或被交易北京时间9月19日,自从德罗战被交易后,猛龙最惨的球员应该就是洛瑞了,他几乎不可能再和好兄弟联手。 当时的美国南蓝训练营中,曾有记者问洛瑞,对于这笔交易怎么看,当时洛瑞就已经用行动做出了抗议,我不知道,我甚至都没和新队友见面,我专注于美国队训练营,但我和德罗战永远是好兄弟。 随后,他俩还一起出去逛街,对于洛瑞的不配合态度,今日猛龙总裁马赛乌杰里公开警告洛瑞,他表示知道洛瑞会有什么反应,但他别忘了,自己是个职业球员。 乌杰里指出,我完全理解洛瑞的反应,我知道他对德马尔的离开很敏感,他或许受到了打击,但他是个职业球员,他知道该怎么做,他也必须做好准备,看来乌杰里已经对他进行了警告,洛瑞必须重新开始和新队友伦纳德搞好关系了。 洛瑞之前一年厂军22.4分4.8版7.0助攻,他刚签下三年9900万合同,如果他继续不满,以污杰里的手段,绝对会直接交易他,NXV。